哇 漂亮 大螺飞来了 哎呦 螺飞 哇 这个大螺飞 看下不像有超网的 跑了 跟你说话的话 跑了 怎么了 切线了 切线了 自己就给我秒切了 踢干就切了 这个鱼可能就很大了 这个乖乖 四号线秒切 这个鱼的话应该是很大 我有个习惯性 就是习惯性抛满干 像我们这么大的线 然后遇到大鱼的话 抛满干实际上是很冒险的 像四号的纸线这样 这么大的线 你可以尝试一下 把这个钓法变一下 行 比如像我们 如果是经常遇到这种大鱼 那么我建议你不要抛满干 就直接什么呢 就八分干 八分干 有一个这种习惯性 对对对 所以你看这时候就要改一改 要不你看你四号都切了 这多可惜啊 对吧 好的好的 我们用这种八分干 这个首先第一个呢 用八分干钓大鱼的时候 尤其是初线 它就容易把干子 给弓得起来 你想想看 你如果是抛满干 来一条大鱼 它给你一使力 你就是拔河 纯粹的拔河状态 对吧 这个也对的 也对的 抛八分干的话 它就很有可能的 就说干子马上就能攻得住 攻得住啊 这个鱼啊 基本上就跑不掉了 谁来我试一下 我是 干箭在这个位置 我抛 不要抛满干 我抛出去以后 就是在我什么呢 就是在我的干子的前面 大概就是说 距离满干的位置啊 飘到落点以后 回来一半的位置 比如你看我现在抛出去 对吧 我尽量把这个干子给 你看收着 不要放 这时候不要放 就这样让它慢慢的慢慢的 往回走 对吧 尽量的让它这个线 是往回带的时候 把它放下去 好的 那它也是个垂直的 对 这样可能就垂直了 对 那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试一下 因为你看这个方法 就是在我们 尤其在黑坑啊 经济里边 用的比较多的这个 扎蛤蟆的钓法 用的最多是这样的 对对对 我试一下 哎呀没打中 这样的话 它会不会出现 出现像以前的那些 不会调飘的那种传统钓 会不会像那种形式 不会不会 跟我们正常钓是一样的 正常钓是一样的 对对对正常钓是一样的 好的 再试一下 你调飘 包括找底啊 就不要扔得太远 就不要扔满干了 对 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比如说你看 我们现在扔出去 对吧 扔出去 好让它落水 落水以后 我们先不着急放 对 就让它杆子抬着一点 然后让它慢慢的往下走 它自然就找到我们杆子的前方 没到满干的位置 这样再来把它压线 这样你就很容易控鱼 你看更容易控住鱼了 对吧 一顶得上来 对对对 甘蔗容易顶得起来以后 你要把甘蔗控得住了 这个鱼跑掉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所以说很多钓法 我们都要去尝试它 漂亮啊 挤挤挤挤挤挤 就要送给你 过去的鱼 带来的鱼 带来的鱼 大罗飞 哇 漂亮 大罗飞来了 哎呦 罗飞 哇 这个大罗飞 哇 噢 噢 噢 他又不要用超网的 你看这个邱老师又重大罗飞了 对 大罗飞 不行 我也得搞一条 大罗飞来了 漂亮 邱老师 你别把你这个吊机隐藏 你要给我说一下 分享一下 不会不会 哇 这条罗飞大 哇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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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罗飞大 这一挂到手啊 好 不会 我不会让他挂我手的 好 这条罗飞 好 洋就算走了 好 喔 blink 你能不能均匀 想圣诞 好 这条罗飞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最年杆的 那难怪你们要有这么大的线 因为挪飞本身劲儿就大是吧 还有它的牙齿还是会摸线的 对它不跟那个黑坑里面的挪飞一样 这个万凤府最大的挪飞是我一个朋友吊的 是15斤8两 我的天哪这个厉害了 还有可能就是咱们这个万凤府 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天气也是挺好的 虽然说那个 这样子的更加的 最后的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道理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